神伪装成流浪汉找人借钱 谁借就能满足他一个愿望 而这个男人借了20块钱给神 至于他的愿望 很多男人可能都想要 大家好 欢乐道球连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科幻喜剧店 穿墙只为我你 名字横图 但电影还是不错的 男主姓名魔术助手 每次都配合自己的输出 表演穿墙术 平时就和自己的好姐友 住住在一起 时不时房东太太还要缺房租 这生活过得相当的悲催 当然有时候表演不好 还会被叔叔骂 本来这样的生活会持续着 直到某次表演结束 男主意外见到了一位漂亮的女记者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来采访叔叔 男主整个人都看待了 但因为男主半是毛手毛脚的 直接被叔叔给推出了车外 而女主也接近男主 想要从这里知道穿墙术的一些事情 这样方便他写报道 只是某次在两人表演的时候 女主竟然和男友一起来了 男主瞬间从天堂掉落到地狱 表演也不在状态 但叔叔邀请女主上来进行切割模式的时候 男友说让我来 男主妒忌心爆表 差点把对方真的给切了 因为表演出的差子 最终男主被叔叔给开除了 这就很被吹 当然这个世界上也不缺厚脸皮的人 男主甚至不管对方有男朋友 准备当众挖墙脚 如果你是个高扑帅 还有一丝丝机会 但你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 你让姑娘吐你啥 吐你丑吗 虽然男主偷偷跟住两人 知道了他们住的地方 但高级公寓可是有门记密码的 你怎么进去呢 欲望的男主在门口抽烟 正好有个流浪汉给他点烟 然后和他搭话 表示你能不能借我20块钱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满足你任何愿望 男主此时还悲伤的不行 根本没有在意对方说的话 还以为他开玩笑 直接给了流浪汉20块钱 可拿到钱后 流浪汉就突然消失了 男主有点莫名其妙 等他站起身 就让整个人从门后穿得过去 此时画面一转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主被叔叔的电话给吵醒了 虽然叔叔说开除自己 但是没有人帮忙 很多的事情他都搞不定 男主迷迷糊糊的起来 根本没有发现地上大量的现金 更没有发现自己穿门而过 此时新闻报道中 说有一家银行被抢劫了 内部并没有任何盗窃过的痕迹 男主此时才想起昨晚的事情 原来昨天晚上他穿过大门 一开始男主觉得自己肯定做梦了 甚至想要装块砸自己 最后才发现这竟然是真的 只要他用手或者身体触碰墙壁 就会穿墙而过 结果意外来到了一个小孩的房间 小孩似乎生病卧床 他说不要成为宇航员什么的 还很好奇男主是怎么进来的 不过男主此前的目的 可是问出女主的下落 最后得知在楼上 所以他准备继续用超能力一路向上 正好遇到了正在穿着音乐的三个人 最搞笑的是有三个人正在玩通灵游戏 男主穿墙进来 然后问了现在在几楼 最后再穿墙离开直接把商人给吓傻了 男主也顺利来到了女主所在的楼层 此时的女主正在脱衣服 准备和男友发生点有趣的事情 男主在外面听到后 惊动出各种动静 甚至还穿墙变成话 准备吓一下这个男友 除了这件事情外 男主昨天确实进入到银行 还带着一大笔钱 不然今天怎么有钱给房东太太呢 看来拥有超能力后 男主的人生走上了巅峰 甚至还换了一辆奥迪车 不过在路上遇到警察的时候 男主就穿过车子躲在了车下 恶整了警察一方 看来普通人拥有超能力后 真的是为所欲为 当然他还恶搞了自己的叔叔 把叔叔给吵了 毕竟叔叔这些年对自己确实不怎么好 可惜男主当初银行偷钱的事情 还是暴露了 为什么会暴露呢 因为他稀里糊涂的在里面留下一张纸条 写了自己拿钱的事实 以及家里的住址 你这也是牛皮 所以他们找上了忙 这就很尴尬 按照正常的情况 现在无路可逃 当然男主要是既用超能力 还是没问题的 就在此时 房东太太回来了 好记友说 你这里的房子年久失修 你没有闻到煤气味吗 房东太太却信誓旦旦的表示 我这房子再坚持几年都没有问题 修什么修 哪料打开煤气罩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可以说 如果不幸运男主的超能力 估计这么多人都要拾在里面 也因为房子烧了 虽然换了一个更大的地方住 没有想到 有同理一圣的好记友 将不少无家可贵的人 全部带来了这里 也因为这样 男主有机会和其他的女生接触 本来玩高了 想要发生点什么 可等男主脱掉袜子的时候 整个人一直往下掉 最后还是掉到了水泥袋上 才停下来 我在想 男主会不会无穷无尽的往下掉呢 如果会的话 那就很有趣了 而之前 那些找男主麻烦的黑人 也因为男主的救命之恩 准备将这件事情给接过去 至于钱这边的事情 就交给保险公司那边去处理 男主这边的麻烦总算搞定了 所以便马不停蹄地再次来到女主这边 此时的女主正在和男友吵架 男主为了偷听 卡在了墙壁里 他也听到了女主的抱怨 女主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爱情和爱人是什么样子 然后开什么车子 听到这里 男主的眼睛都亮了 那是不是 我只要按照女主说的去做 就能成功挖到墙角呢 不过 我想说 你有这么牛掰的超能力 这是我的胖牛吗 之前那个浏览号很有可能是一位神明 神明给你超能力是让你做大事 你竟然用来泡妞 不过男主可管不了那么多 他去买了花 然后去买了一辆保时捷 第二天 在女主的楼下等着他 等女主下落后 没有想到男主竟然归着的地上 向女主表白 你这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吧 正好女主因为上班来不及 摧上了男主的车子 也因为迟到 加上女主写的报道 领导看不上 被领导狠狠地训斥了一段 领导要的是爆炸新闻 他写什么小孩得了白血病 谁看呢 不过领导训斥女主的模样 被男主看到了 所以男主直接穿墙过来 领导看到 男主在国家领导人之间 吓得跪了下来 这让其他的员工都有点懵怯 因为女主被指派先的路 前往世界经济峰会采访 所以男主开车送他过去 女主还拿了200块钱 给男主当车费 抵达目的地后 女主因为是记者 所以有专门的路口 但男主想要进去 只能用其他的办法了 得亏他能穿墙 一长眼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在大厦内 各种烧力烧气的 围着女主撞 也因为女主和冰岛主理合影 还得到了对方的装访机会 开心地牵了一下男主 男主有点受宠落尽 莫名被女神牵了一下 然后就在男主 以为自己有机会的时候 女主还是狠狠地拒绝了他 表示你这样并不能取悦我 更不能让我喜欢上你 这让男主非常的郁梦 不过说实话 我怎么感觉男主 有满满的吊失情志 虽然我以前认识一个人 也确实成功把别人的女友 给挖过来 但总感觉怪怪的 也为了接近女主 男主偷偷来到了报社 然后穿墙抚摸他 本来还想偷偷地清一下 哪料一个男同事站在那 突然感觉被什么暴击了一下 不过因为男主的插手 领导甚至把位置让给了女主 因为女主曾经在车上说过 我写的东西 以后一定会得到赏识的 我也一定会成为主编 所以男主就想帮帮他 可惜男主虽然想军的办法 取悦女主 但女主的信 似乎还在那个男友那儿 这让男主备受打击 伤心的他只能来到 那个生病的孩子房间 和对方闲聊 闲聊中得知 孩子的妈妈要赚15万美元 带他去太空 男主并没有把孩子的玩笑话 当一回事 而是再次来到了女主的房间 此时的女主和男友 已经睡着了 男主穿墙而过 女主看到这一幕 还为是做梦 几然你觉得是做梦就是梦吧 男主拉着女主穿墙而过 然后跳到了列车上 再跳到车厢内 这一段说实话 相当的魔幻 也是我最喜欢的桥段 但因为女主还是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男主生气的准备和对方的男友PK 最后反而被暴打 但即使如此 男主还是想各种办法 接近女主了解他 其实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甚至爱一个人也没有错 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别人的外表喜欢 甚至都不了解他 那这种喜欢是不是有点肤浅 随着了解的生路 男主发现自己越发的不可自拔了 甚至为了逼女主和自己在一起 站在高楼的窗户外 说实话男主能做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咯 这大概就是你对某人求爱 然后一群人在旁边起哄 但姑娘并不喜欢你 或者没有发现你值得他喜欢的点 这样硬是逼他了可就不美了 最后男主从高楼摔了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穿成的能力 估计早就摔死了 但也因为男主摔下去 女主直接被下运进了医院 男主也来到了医院看脑袋 生怕被摔坏了 却在这里意外见到了之前那个孩子 原来她是个女娃娃 更是知道了孩子得了白血病 需要10万美元的费用 孩子天真的说 我现在已经赚了50美元 男主这时候才知道 比追求女主或许自己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 所以她将钱全部给了孩子 但女主在医院遇到孩子的时候 从孩子的口中 得知了男主的善举 或许对于这个善良的姑娘来说 你是不是高扑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男主的决动打动了她 然后女主冲出的医院亲往她 不过你的前男友 现在是不是有点尴尬呢 男主的能力 也被那个流浪汉给收走了 因为男主已经完成了自己最想要的 至于流浪汉还在继续找人借钱 当然那就是之后的故事了 整体来说 俄罗斯的科幻爱情片拍得很夸张 脑回路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比如昨天那一部 没有完美的男人 当然人人都可以定制对象 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毕竟是一部偏向喜剧的电影 整体来说还行 就是追求女生 还是需要让她发现你的亮点 而不是让人感动 你能感动她 或许别人也可以 只有相互吸引和欣赏 才是最长久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